主料,糯米300克,红枣30克,桂圆30克,黑米10克,红豆10克,主料,粽叶30张,白糖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早日上卖的新鲜粽叶,粽叶在锅里炷开,煮好的粽叶更绿了,叶片叶书展开了,糯米,红豆,黑米提前泡好,红枣和桂圆洗净,两片粽叶叠起来, 摸成一个小漏斗形,糯米,红豆和黑米混合,用勺子填入小漏斗中,向漏斗填满一半时,将桂圆和红枣,再用勺子填入糯米,摆满漏斗,将长段的杜叶包盖上糯米,在边角的位置,将多余的边折起,这样糯米就包紧不会漏出来了,纵叶顺着柚子的四角紧紧的绕一圈,每个角都像第一个角那样, 利用多余的粽叶边,将粽脚包裹,包好的粽子来要细上棉线,打上南湖点结,将粽子放入电饭包,加水,水和粽子食品,开煮饭到煮到闻到粽子香味,就可以关火了,吃的时候,可以沾上白糖,烹饪技巧,包粽子最重点的,就是包边角的时候,边角不漏,就能成功, 糯米,红豆和黑米,要提前泡好,会员不用泡的,直接包就可以,新鲜的粽叶自己煮,颜色更绿,图上有两张信用的商家,已经煮过的,直接可以包的粽叶包的,颜色淡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